今天我要带来的这个故事 逃跑的小火车头 这是由普普兰绘本馆和皮卡书屋向我们推荐的 这也是凯迪克金奖获得者维吉尼亚李伯顿 为自己的儿子创作的充满爱意的作品 七十多年来一直深受小朋友喜欢的绘本名作 淘气的小火车头 突突 烦透了笨重的车厢 他想自己出去闯一闯 这下可热闹咯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小火车头 他的名字叫 突突 他非常漂亮 全身黑色 闪闪发光 突突 有一个汽笛 通过岔道的时候 会屋 烦牴的叫起来 突突 有一个铃铛 到达车站的时候 会叮当 叮当 响起来 哦 他还有一个刹车 会发出讨厌的 嘶嘶嘶的声音 突突有个司机 名字叫吉姆 吉姆非常喜欢突突 把他照顾得很好 他把突突擦得亮亮的 看上去就像新的一样 每个零件上都上好油 让他们跑起来顺顺当当 突突 还有个司炉弓 他的名字叫欧利 欧利给小火车头添水加煤 水和煤都装在燃料车里 阿齐波尔德是列车长 他在车厢里走来走去 负责给乘客检票 阿齐波尔德有一个大怀表 到了该出发的时间 他就会通知突突 突突 拉着装满乘客的车厢 装满行李和邮件的货箱 还有一辆燃料车 从一个小镇的小火车站 到大城市的大火车站 然后 再返回来 突突越过平原 当他穿过公路的时候 道口的栏杆会放下来 突突 停在一个小小的火车站 拉上乘客行李和邮件 开往大城市 叮当 叮当 他又出发了 穿过隧道 爬上山岭 驶下小山 穿过吊桥 来到大城市的大火车站 有一天哪 突突自言自语 拉着这些笨重的车厢 我烦透了 如果只有我自己 一定跑得又快又轻松 大家都会停下来看看我 对 就只看我一个 他们会说 多机灵的小火车头啊 跑得多快啊 哦 他真漂亮 看呐 他一个人在跑呢 第二天 当吉姆 欧利 和阿奇布尔德 到餐馆去喝咖啡 只留下 突突 独自在铁轨上 突突说 机会来了 哦 天哪 他这就上路了 大家都快过来 停下来 看看我 看看我 听听我 突突急迟过平原 所有的牛 马和小鸡 都被他吓坏了 所有的人 也都被突突吓坏了 有些人 还爬上了尖塔 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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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好了 那是什么呀 哦 怎么回事啊 火车头 突突急迟地驶过铁道口 所有的汽车卡车 都不得不赶紧踩刹车 结果他们一辆跌一辆 撞成一片 哦 天哪 这个可恨的小火车头 突突翻过一座座山缸 越开越快 现在即使他想停下来 也不可能了 吊桥还没有放下 突突跳起来 刚好跃过去 但是 他的燃料车掉下去了 幸好落在一艘 正从吊桥下经过的 运煤船上 突突急迟到一座大城市 在大停车场上 传来了特快列车的 气动刹车声 可怜的小火车头 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对 那里有一条铁轨 是环城的货运铁路 突突就往那条路逃去 开呀开 突突出了城 经过郊区到了农村 天越来越黑 他迷路了 煤和水也剩不了多少了 因为他丢了自己的燃料车 最后 他来到一个岔路口 一条路向左 一条路向右 他不知道 该选择哪条路 所以 他选了向左的那条 这是一条很旧很旧的铁轨 好多年都没有人用过了 枕目之间 长满了矮树和杂草 树枝铺满了轨道 到了山顶天几乎全黑了 疲倦的小火车头 来到了这儿 突突突突 小火车头停下来了 吉姆欧利和阿奇波尔德听到小火车头开走的声音时 他们都跳起来去追 吉姆大叫 快停下来 停下来 但是突突已经跑远了 即使想听 他也听不到了 吉姆欧利和阿奇波尔德跑啊跑啊 直到再也跑不动了 这时候一辆新式火车从他们身后开过来 吉姆赶忙掏出自己的红手卷使劲的挥舞 新式火车停了下来 吉姆对新式火车的司机说 快帮我们去追逃跑的小火车头吧 可是那我的时刻表怎么办呢 别管你的时刻表了 对 我们必须找到突突 说着 吉姆爬了上去 欧利和阿奇波尔德也跟着爬上去 吉姆驾驶着火车飞快地跑起来 他们出发了 很容易就能知道 突突往哪个方向跑了 因为所有的牛马和小鸡 都用尾巴或头指着那个方向 道口的人们也大叫 他 他往那条路走了 就是那条 快 快把他带回来 快 镇子上的人们说 快 真的要来不及了 快去抓住 快 快一点 快去抓住那辆淘气的 逃跑的小火车头 别再让他闯祸了 在等吊桥放下来的时候 欧利大叫 哦 快看 就是他 是的 燃料车在运煤船上 吉姆对欧利和阿奇波尔德说 你们留在这里把燃料车弄上来 我接着去找突突 阿奇波尔德打电话找来了起重机不多久 燃料车就被起重机调上来 放回到铁轨上 大家一起到大火车站的停车场前 等着吉姆把突突带回来 吉姆和新式火车终于来到了岔路口 他们不知道 现在该走哪条路 就正在商量的时候 一位年轻时 曾当过工程师的老人 大声对他们说 我不知道 你们是在找逃跑的小火车头吗 他往那边去了 不过他开不了多远 因为那是一条旧的铁轨 已经有 呃 四十年没人用过了 他们打开了车顶的大灯 沿着旧铁轨慢慢走 没走多远 他们就看到了小火车头 突突见到他们真是太高兴了 嘟的鸣了一声汽笛 他就剩下那么一点蒸汽了 尽够他嘀嘀的嘟一声 吉姆拿出一根大铁链 跑去拴在小火车头的身上 新式火车沿着旧铁轨 倒退着把小火车头 拉回了竹轨道 回到大城市 回到了停车场 欧利和阿齐波尔德正在那儿等着呢 他们给突突装上燃料车 把他开到圆形车库里 给他做了全身检查 看看哪儿受伤了没有 除了又脏又累 突突和原来一样健康 小火车头回家了 吉姆 欧利和阿齐波尔德高兴地 跳起了快步舞 回家的路上 突突对吉姆说 我 我再也不逃跑了 一个人出去 一点都不好玩 我要拉着 装满乘客和行李的车厢 从小镇开到大城市 再从大城市 开回小镇 逃跑的小火车头 突突 你真的太调皮了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告诉我 明天见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